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比较广泛 我喜欢电影 动漫 我非常喜欢创作 然后我从上大学到现在为止 为我的母校话剧团 一共创作了四部原创大型喜剧话剧 然后我三年当老师的经历 让我了解到了孩子的不容易 我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是想寻找一份和导演 编剧或者是教育相关的行业 谢谢 涂雷老师 我可以抱您吗 你为什么要抱我 因为我很喜欢你 你喜欢我 我就要让你抱 可以吗 你抱就抱吧 还踩我一脚 紧张 紧张 我觉得你声音很好听啊 谢谢 你紧张吗 真的紧张 宋湘宇啊 对 说喜欢做一个创作者 对对对 对吧 对 我山西西方大学母校的那个四部话剧吧 我觉得那个是我比较骄傲的一件 你在里面演角色吗 我不演 我倒 我写 剧本是我写的 然后我亲自倒的 你都不会演你咋倒啊 我演过我在大学四年期间 我是我们学校的红刃 你看你那做死的样 你看 他可以干很多事情 他可以把个视频从头到尾 从编导 从拍摄到写剧本 到最后剪辑出来 他写说这个就是 是我们目前要做视频营销的好手 对吧 这个其实印象是非常好的 这上面写你2017年开始自我创业是吧 我觉得那不叫创业 那是什么 冲动 从那个教室岗位我出来之后 我想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嘛 然后朋友忽悠我说 你既然喜欢创作 我们就给你一个自由创作的空间 过年期间 然后1月份的时候 我自己自询 然后去写了一个方案出来 当我到3月份的时候 写什么方案 那个一个网综的一个方案 然后当我把那个方案去交给那个 就是和平台去对接的时候 就发现营销的不会营销 是招商的不会招商 你不是你的网综方案 受到平台的认可了吗 他们说点子挺好的 点子挺好 谁来投钱拍呢 没有人 那就是不太认可了 认可的话不就出钱给你拍了吗 有没有你的资料的作品站 是 来来来来 看一下 那个是我的那个自媒体 我研究中国教育的一个自媒体 然后一共有六七节目我自己录的 你这个发表了吗 在用户上 那浏览量怎么样 肯定不高 对 没有传播 没有宣传 没有没有宣传 没关系 先留个痕迹 那个海报是你自己设计的 对 海报是我自己设计的 海报不错 视频里面你做什么 从创意到策划剪辑 执行拍摄 全部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完成的 对 包括后期配音 也是我自己一个人完成的 16年的时候 疑似抑郁症了一段时间 那段时间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支持我 连一个支持的眼神都 然后那一年的时候 就是一个小孩 就是 他把我带出去 然后 这是何等的一种生命力 就是从16年开始 我觉得我 我一定要去 去做出一件什么事情来 我为了 我的学弟学妹妹也好 我为了我的家人也好 我一定要去出来 就是拼出一个样子 给他们看 我想 那一刻我知道我为谁活着 我去试图去说这个事情 是想让我自己去接受 只是想让大家知道 我曾经受过那个伤 我不想让大家去继续伤害我而已 我觉得你28岁了 但是你表现特脆弱 就是我都不明白咋了 你就要哭了 然后你就激动了 所以我觉得你这颗文艺的心在职场 你怎么能够稳定呢 所以我也是想找一个 能够能让我施展我自己能力的 或者说尊重我的一个平台 我觉得我自己 自己就是一个在追梦的人 我想在这个舞台上 也是想要实现什么梦想 小语 就你未来是希望在一个 纯的这种文化工作的公司 或者行业里面做 还是说不排斥在一些公司的 商业机构里面做这些工作 不排斥 但是我希望的是氛围相对尊重 你所指的尊重是什么 互相之间能够平等地沟通吧 如果上集跟下集之间 上集完全否掉你所有的思想 让你去执行 这算不算不平等 他犹豫其实就算 你一个编导有的时候是把握不了 一个节目的走向的 比如说你写访网综 视频人说就是不行 就按照我的去执行就行了 那你也认为是不尊重 那你没活干了 有一种岗位你可以考虑一下 否则的话今天你会容易 到时候适配性不够吧 对吧 因为你太自我了 这种产品的岗位呢 叫做品牌故事 讲故事的能力 你是不是很强 可以 我写了一部半的小说 要不这样吧 你能不能讲一个特温暖的故事 但是让我们有画面感 行 好吧 行 就是我自己创作是一个 一个比较个人化的一个东西 当现场让我去编一个故事的时候 脑袋是蒙子 这样这样 你想一想第二环节 你所需要的是叙述故事 你所做的事情 你刚才哭啊 拍那个呀 你想做的批判啊什么 不就是想震撼人的灵魂吗 想启迪人的觉悟吗 不想干这事吗 这不就是你所谓的情怀吗 对不对 是不是 你太狠了 第一环节我再问一下 要求薪金多少 现在能接受的是5000 5000 对 有低于现实吗 没有 来第一轮选择薛侯林 还有九盏队 天生我有才 我记得我的第二个 话剧团当中导演的第二部话剧 我带的那个团长 是一个非常非常害羞的一个孩子 就是当我和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坐在那个桌子的角落里面 一声不吭 一句话都不说 我说孩子你这样怎么去当团长 每一次当他去办活动的时候 我就去给他打电话也好 我告诉他该怎么怎么做也好 然后一直过了一年之后 这个话剧他终于自己做完了 过程当中 无数次所有人都在去 也在诋毁他 也在对他有施加压力 但是我一次一次地告诉他 说孩子你要坚强 你知道我就是那么扛过来的 我来到这里也是想用我的努力去证明一下 证明给我现在正在做话剧的那帮学弟学妹们 我想告诉他们 我想做 真的想靠我自己的努力做成一些事情 孩子们你们现在做话剧 你们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我每年都会努力去给你们写一部话剧剧本 我只要我撑着不倒 你们就不要怕 你那个很像一个励志 励志的时候也感动自己 但是有效传达其实不够 而且石头飞你没发现他讲的也不是故事 故事最重要的是画面感 你讲的都是道理 你发现没有 他说事 他那个事里面只有自己的感受 他没有观众 是他自己 这是最缺乏的 他没有观众 没有描写手法 没有画面 没有过程 没有打动 你自己真的哗啦哗啦哗啦 大家什么呀 你在说什么呀 没听懂 你做一个导演 你怎么去叙述故事呢 这是做导演最忌讳的 就是只感动自己 不感动他人 如果你靠这个技术吃饭的话 你完全可以把你的刚才那个 什么什么编导啦 或者是创作 你可以做一个业余爱好 我们有太多这样的人 我觉得你呢 要真的想活下去 生活下去的话 你光靠你现在那个 说哎呀我编个剧 然后找到几个人来 我觉得很难 但是你用你的技术 去找一份养活你的生活 然后再去保持你的业余爱好 这完全可能 你是从哪到北京来的 山西 山西 对 兜里还有多少钱 我非常感谢我弟弟 因为他在资助着我 你弟弟借钱给你 对 他每个月借多少钱 一两千左右吧 你借了多少个月 我借了有一两个月 还准备继继借下去吗 那就目前为止 你想要吃饭的情况下 你认为就你 来去回报家里 来第二轮选择 薛露 还有三盏灯 庆幸吧 把手给我兜里拿出来 你不是导演 来 邱盈盈 给职位 其他人赶紧写薪酬 首先我觉得 你应该谢谢图老师 我们愿意给你一个机会 做文案策划 我们是做儿童产业的 我们一学教育 想给你一个岗位 是做这个学科的老师 我们给你一个岗位 是一个饼牌的专员 饼牌策划方面的 对 我能问几个问题 可以 现在可以 就是 邱老师 那个 是 文案策划 文案策划 想问什么 就是自由度 自由度 对 你想怎么自由 就是他的工作时间是 你想不打卡 是吧 对 差不多是 你拉倒吧 你拉倒吧 你为什么想不打卡呢 老师 你不要给他这么多 这个机会来这 我们平时都说 这职场不相信眼泪 没有 今天一个男人的眼泪 流下了三个老板 所以其实你已经很幸运了 不给你机会了 三盏灯 灭一盏 留两盏 去吧 好 有请李浩阳 许夏琳 谈前不上感情 来 五千五四千八 这样的薪酬满意吗 满意 好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只能选择问一个企业家 问徐老师吧 我是干嘛来这样过呢 文案策划 这个文案策划是 是跟品牌专员 品牌专员 这是干什么的呢 主要是在讲 讲解小王鸭的整个品牌 我们有个品牌部 品牌中心大概有四几个同事 那主要是在讲 小王鸭的一些 跟自媒体的一些 粉丝互动啊 跟小王鸭的所有品牌文化 挂钩的 求盈盈 把他的灯亮起来 文案四千 可以把他灭了 你可以在这两个男人当中 选择一个室美 医学教育 小黄鸭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小黄鸭 去吧 我进入企业之后 应该先学会落地 我觉得收获在于 就是所有老板 对于我的那些 诚恳的一些建议